这才是真正的闷声发大财吧 胡哥竟然一声不吭地完成了结婚生女两件人生大事 1月31日 胡哥在个人社交平台官宣当爸的消息 他的文字中透露 老婆不是公众人物 为了孩子顺利诞生 所以一直没有对外宣布 对此评论区一片哀嚎 纷纷表示不可置信 毕竟这些年胡哥身边的朋友都结婚了 还跑去催婚胡哥 他这个单身汉的人设都已经深入人心了 所以突然自曝已经结婚生女 对大众来说如同一记惊雷一点也不夸张 但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事实上早在2022年9月份 娱乐圈就有传言 胡哥已经隐婚 其绯闻对象是著名女演员王小辰 当时还有消息称 王小辰给胡哥生了一个女儿 不过这些传言都被王小辰否认了 还称自己的姻缘就是这么被挡住的 如今看来 两人当初的绯闻并非空穴来风 据了解 胡哥和王小辰是通过电视剧大好时光相识 两人在剧中有不少感情戏 戏外虽保持着距离 但还是被传 两人因戏生情 不过胡哥也说了 老婆是圈外人 女方是否真的是王小辰 还未可知 胡哥如今也40岁了 原来仙剑奇侠传的同企演员们 不是结婚多年 就是结婚多年后又离婚了 孩子都能下地跑的 也该到了他结婚生女的时候 正如他所说 这个信息算是兔年的一份惊喜吧 不管怎样 希望胡哥家庭美满幸福 也期待有机会一睹嫂子芳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